比賽前都已經雙方測試過 所以根本就沒有什麼問題可以爭議 好現在就是現在了 現在就是這個 反而是這個有這個 這個裁判評審委員 認為發現這個有問題 那麼事實上到現在為止的話 在現場的包括選手也好教員也好 我們都還不知道這時候楊淑君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對 比賽當中確實這個狀況還是少 對 因為他剛剛 如同我剛才所講 他有經過4000個check 簡陸 在上來的時候教練一個確認 裁判一個確認 那為什麼他這個時候 會質疑或者說認為說我們的 這個 我們的這個 戶具這個電子化有問題 那就是他們大會的 在簡陸組的那邊的裁判有問題 沒有 因為是經過他們審核才有辦法通過 才有辦法上場比賽 所以是他們自己的大會疏失 如果他對於我們的規格或者是 新舊有問題的話 就是要在當時提出 簡陸的時候就應該提出了 對 就是說簡陸完了如果我們進場 我們自己選手去替換了 應該會給我們選手做警告 對 因為他上場前的當場 場中的主審會做一次的確認 他們是沒有權利讓我們施隔的 因為 我們是經過他們的指派的裁判檢疫 對 那會在這個時候突然之間把楊淑君叫下來 有可能是因為我們九分領先太多 幹嘛說我們好像贏 對 這個時候有懷疑 這個時候就非常的一個 莫名其妙的一個行為 把楊淑君給叫了下來 對 真的有時候是難免會讓我們影響 那很多選手齁 比較沒有經驗的 或甚至心理素質比較不夠的 就會受到這一方面的影響 而影響他的表現 影響往後的一些 持續的一些比賽的展現這樣 然後我們現在看到就是這個所有的包括了評審委員 然後就針對這個楊淑君的這個護具 他的這個電子化 那麼有問題現在在進行一個開會的討論 到這個時候為止我們的裁判團 在當時在現場 有沒有覺得開始就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對 我們的教練團 我們教練團應該當下覺得很 很莫名其妙的啦 我想啦 那這個就是說 教練也要適時的把選手穩住啦 還不曉得他現在的判斷 或者要怎麼提示 不要受到這個干擾或影響 對 對 我們看到 其實這個時候楊淑君事實上 他也是要 就選手的立場來講 你看這時候他應該 就是 不能 心中就是不能對於這個外來的因素 造成影響 就是要不斷地去反覆思考說 沒關係等一下